谢老板 我有个好点子 我该怎么办 要是没有好点子 谢宝王就要倒闭了 谢老板 我有个好点子 为什么没有人帮我想好点子呢 谢老板 我有个好点子 我真是太可怜了 我需要好点子 谢老板 我有个好点子 那我请问你还在等什么呢 小子 快说 好的 谢老板 做好准备哦 不需要坐下来 因为你站着就可以看到了 真是太惨了 谢宝搜尿了 谢老板 谢宝没有搜尿了 是染了色 美丽谢宝 六种美丽谢宝 任君挑选 张宇哥先生 你看啊 看起来是不是很好吃啊 好好吃啊 等一等 我要吃橘色谢宝 再加一点紫色的 接下来呢 猪猪奶昔 蝴蝶姐 炸薯条 不是 美丽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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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笑了 我知道这是一个好点子 等着瞧吧 我 我 我要自己开一家餐厅 等着瞧 嘿 潘大新 你也在生气吗 对哦 你在气什么 我看不到我的额头 你又在气什么 我有个好点子 可是他们都嘲笑我 我也是 蓬蓬小酷酷 什么好点子啊 我打算开一家餐厅 专门卖美丽谢宝 忘了我的笨点子吧 那太棒了 准备一起迎接人潮了吗 潘大新 那些饥饿的客人 很快就会来排队了 因为我们开张了 第一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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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潘大新 我们在这里做短脚了 哦 我得帮我的手表画个电池 万一谢老板说得对的 也许我的点子很烂 别管吧 有的时候我们要探索内心世界 才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哦 我好害怕 我来帮你探索 抱歉 讨厌的蓬蓬小酷酷 找到答案了吧 你们有卖吃的吗